记者卢贤秀基隆报道,基隆市政府为改善道路品质,今年原打算做小二路示范道路,但小二路是市中心进出中山高速公路的重要道路,要封一半道路施工,对市区交通冲击大。 市长林又昌说,经评估,要等中一路打通之后,预估明年才会施做小二路示范道路。 此外,基隆酸与东北季风时亦影响路面平整,市府公务处长张元良说,中央大学名誉教授,道路工程专家林志栋,建议市府在路面材料中添加1%的石灰抗酸,因此将在小二路示范道路工程中,利清原料中加入石灰,延长道路使用年限基隆市为改善路品,每年都做一至两条示范道路。 改善路基,人手孔盖降埋,刨铺路面也比一般道路多一倍,改善后两年进挖,目前已完成人一路,信一路和中正路等路段,市府原本今年要做小二路示范道路,全长1.1公里,搭配港区周边景观改善,四月间也是做了人行道改善工程。 林又昌今天与仁爱区里长座谈时表示,小二路示范道路施工对市区交通冲击,九月底中一路将打通衔接中山一二路,因此,将等中一路打通之后再做小二路示范道路。 此外,防汛季节道,仁爱区有部分低洼地区大雨就会积淹水,多位里长希望加强南融河,西顶河下游清淤,及排水沟改善等。 公务处长张元良与仁爱区长林文琛将逐一勘察,检讨改善方案。